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血压的这些人也不适合用避孕药来避孕 因为这个避孕药它是刺激素 它刺激素有促进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如果是本身就有血栓史 血液这种系统的一些疾病 那么就不建议来吃避孕药 就要经过肝脏代谢了 所以如果肝功不好的人 肝生功能不好的这些人 也不建议用口服病药来避孕 可以采取工具避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